第四個版本 各位同學好 歡迎來到數位線道處理器 第16單元 我是抽課教師林顯義 在這個單元中我們即將介紹 類比數位轉換器 然後類比數位轉換器 在DSP裡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主要是因为DSP必须处理数位的讯号 然而类比数位转换器就是将类比讯号转成数位讯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那我们来看这个单元的学习目标与大纲 首先我们要介绍类比数位转换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类比数位转换优先权 然后我们会介绍类比数位转换的相关暂存器 最后我们会实作类比数位转换 然后这一个part所参考的文件是C2000Piccolo Workshop的课程资料 以及Piccolo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ADC这个Reference Guide 然后各位同学可以上网去下载这个档案 然后这档案里面有非常详细的叙述 好那数位 类比数位转换是什么呢 然后类比数位转换 我们知道数位讯号处理之前 必须先将类比讯号转换成数位讯号再进行处理 一般数位讯号处理器 不支援类比数位转换的模组 必须透过外部的类比数位转换器先行转换 然后再将转换后的结果 传送到数位处理器进行预算 然后TI C2000系列Piccolo家族 它里面就附了一颗12bit 12位元的ADC 所以使用者可以直接来使用这个微控器或DSP 来进行类比数位的信号转换 好那类比数位信号转换器的主要元件包含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它有前端的类比多供器 主要是要将不同的channel输入选择 看是哪个通道要输入到类比数位转换器 然后输入进来之后 它会经过一个取降宝石电路 我们称作sample and hold这样的电路 最后会送到我们的转换器的核心 然后因为就是说硬体里面就只有一个转换器的核心 12bit 所以它为了支援多通道 那我们在前端就会加了类比的多供器 来支援多通道的输入 因为我们知道类比数位转换器 它的成本也不便宜 所以我们只能有设计一颗核心在里面 所以所有的通道都会分享这一颗 透过多东西的选择 然后它另外一部分是电压调节电路 主要是要来让我们产生说 我们在类比数位转换的时候 我们有个参考电压 这边我们就是有个电压调节电路 然后28027的类比数位转换器 它里面有一个12bit的模组 当然它也包含取样保时电路 它里面具有16个输入 如果你把它做成双通道就有8组 或是说你把16个全都当成单一通道 然后它信号分别是A0到A7跟B0到B7 然后它这个类比数位转换器 它可以支援顺序取样或是同时取样 Sequential Sampling或是Simultaneously Sampling 然后它里面支援0到3.3V的固定电压范围 或是你要输入用这个Ref High和Ref Low相处的比例输入 也可以 然后它也支援16组的开始转换 Start of Convergence简称SOC的设定 也就是说它可以设定16种SOC的方式 来转换类比讯号到数位讯号 然后它也支援9组的PIE中段 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系统方块图 主要这边可以看到说它是它不同的通道 类比输入通道 好透过这边的多空系的选择 好经过取样保持电路 好我们简称SH的电路 然后这边有两组 因为主要是有A通道跟B通道 最后会进入到我们的核心 我们的转换器的核心 那就是这是一颗12bit 12位元的转换器 那这个方块是我们电压调节电路的部分 那里面有包含了一些取样逻辑的电路 也包含了我们在做SOC的时候的一些逻辑的一些电路 的设定都在这边 好它也最后的输出的值 好可以产生出一些中断的逻辑 也就是说当我们做个转换的时候会产生一个 end of conversion 就是EOC的讯号 那这EOC的讯号就可以触发我们ADC的中断 来中断我们的CPU 好这时候这中断就可以送到PIE 好这边支援9个 好那我们来简单来看一下它的系统功能图 首先这边这一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要选择SOC 它触发来源 因为我们知道说它可以支援16个SOC 好 然后这16SOC都是独立的 但是每个SOC你可以选择它是由哪一种触发 好所以这边通过这些选择可以知道说你是从 Timer 0来触发或是你是从 SOC从EPWM那边模组送过来的 讯号当作触发讯号都可以 所谓触发是怎么样 触发做一个类比数位的转换 因为我们知道类比数位转换器 它必须有个讯号 叫做Start of Converging 这样的讯号它才会开始做转换 那既然这种 所以这个触发讯号我们就可以从这边来决定 到底是从谁的 谁那边来触发 那这触发讯号可能很简单就是一个脉坡而已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如果你不想选择从这些触发来 来源来触发的话 你可以选择由自己来触发 为什么要来自己来触发 有时候这样的类比数位转换是一个连续的 也就是说它触发完 它转换完之后 它发出EOC 结束转换的讯号之后 发出中断之后 这中断之后再重新回来触发自己 造成怎么样 它可以连续的不断的转换 一旦你选择了 这个由ADC INT来触发 那刚才讲的那些触发源 我们怎么样 就忽略不计 就是得说已经失效 基本上你是由自己来触发自己 触发完之后 产生是开始转换的讯号 它分别是有0到15 然后这讯号也可以选择说 到底这些讯号是转换谁 比如说从通道 有16通道里面 到底是谁来被我转换 那接下来转换完之后 会透过我们取降保时电路 所以这边可以设定说 我们的Windows是多少 我们的取降点最少是7点 接下来我们转换完之后 会产生出EOC 前面的暂存器代表说 转换完结果放在前面那个Result Register的暂存器里面 同时会发出一个EOC的讯号 EOC的讯号可以选择 代表转换结束 可以选择对应到哪一个ADC的中段上面 这边有9个 好 各位同学 在这个part里面 我们首先介绍了 我们类比数位转换是什么 也介绍了TI 这个MCU或DSP 里面类比转数位 它的系统的方块图 也介绍了它的功能图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它到底这个硬体是在做怎么样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会一一介绍 它里面的一些设定部分 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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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